大家好 我們來看今天的 趙孟甫每字一字 這個趨字 趨字呢 筆法非常的多 外面一個併佈 裡面一個趨 趨唐翔的趨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字的楷書 這要寫四平八文 小寫尤其是不對稱 並不大概都這樣寫 過來這兩個眼睛 不要寫太長 就可以輸合眼 四平八文是很重要的 再來追步 再來 一二三 大概這樣 記住追的特色 這近一點 這長一點 這會造成一個動盪的感覺 不平衡的感覺 但是又平衡 因為這比較長感覺 中心不穩 這個有拉重拉長 好這個是凱書的特性 再來加一點點行書 就是一些連筆在裡面而已 我們來看一下 連筆 這個形凱 有一些連筆 在裡面的 一般而言 形凱還不會太快 這裡連續動作了 再來一二 我們四橫先寫完 再寫這一束 滿接近趙孟斧的寫法 好 那再來就是介紹 趙孟斧這個寫法了 他跟我剛剛在介紹 就是這裡名 連續性大一點 這裡再多一點點而已 所以來看 他的造型 這邊 一個弧度 勾起來 來 調上去 一 二 再過來 一 二 三 這裡的連續動作 勾上來 一 二 三 四 大概 好 這種筆法 再留意一下 然後再來 就是 我們說 更省略的方式 最主要這 追步跟日 這兩個目 把它省略的寫法 以及這並步 是連貫 直接下來了 左邊 變成一點就好了 注意看 裡面就把它當作寫日 剛剛我說日 就是要把它寫成日了 以及這裡的追步 注意看 所以大概都是這樣子的省略方式 如果大家從頭到尾都有在觀看 應該越來越熟悉 那熟悉之後就把它寫起來 就可以加於變化 在書寫的時候就可以這樣做 好再來 只要有兩個一樣的 我們前面也敘述過 都會變成三個點 所有兩個點都有 但是一般都是變到三個點而已 左邊的並步 我們不斷比了 直接挑上來 三點 追 這要小心 辨認就會很難了 因為只剩下三個點 然後並步 一定要這樣勾上來 你沒有勾上來 從裡面就不是 就只有長 類似長 這樣的寫法而已 好 然後當然還有一點點造型上的不同而已 就是這裡寫短一點 然後三點可能變得輕飄飄的 然後這邊造型略有不同 比法是一樣的 大概是這樣 大家再留意一下